那來關心立法院最新消息 520後的第三天 許多的內閣部會首長呢 都到立法院來備詢 那記者到底來關心到的是 金管會主委彭金龍 今天到立法院備詢前受訪 也談到他今天第一次處女秀的心情 那你來聽 心情大概早已經準備好了 平常心 我想未來金管會就成立報告上面揭露的 我們希望未來能夠打造一個 安全與發展並進的新的金融市場 這大概是未來的詛咒 好 可以聽到彭金龍表示說 他都已經做好準備了 我們也有特別的緊張 那另外呢 對於說金管會上任之後 要祭出新的措施 包括說對於最近很熱絡的ETF 還有打網紅打廣告的部分 也會加強的審查 還有ETF的部分呢 也預計會來推出新的ETF 另外呢 對於加強審查的部分 也會有新的管制措施